你知道什么叫爷们要战斗吗 就待不就前 天龙迎来了一波版本更新 今天外城战玩吧改革 老三城即将回归 消息已经播出 玩家群纷纷炸窝 也轻回 13年的夏天回来了 而天龙官方为了想要兄弟们的热情 更加将那年的传奇战场指挥官青睐 重新续集当年天龙的战斗盛况 随着一群令下 第一天城战顺利打响 一声声给我往上压 配合兄弟们细心协力向前出的石头 连大幕都感到热血沸腾 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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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重新了重新了 快快 全聚都在起 掩盖三城堂两场形势大好 依序帮派赶忙乘乘追击 攻打朝经场 重了重了新歌重了 来叫我杀杀杀 那儿去侠客们 却直接来了招声中击息 表面上的防守 实际转头 就去都去粘成老家 这计谋实在妙啊 好在依序的兄弟们 堪比岩本中的战斗机 依靠着武当的七星 和指挥怒吼的buff加长 硬给守下来了 而第二天成战 同样精彩 为了罗浮生的风口奖励 双方人马决定孤注一掷 却没想到因为战位问题 让一区勇士 在十字路口一战中 夺得有势 一路冲破清风关 直接夺旗拿城 二区兄弟们试着 抢了一波又一波 结果不难没想着 他把原本的老家给丢了 结果到了第三天 一区的兄弟们 却来了次战场乌龙 原来一区帮派州 有车员夺阻了军天城 朝经城的战旗 而根据新城战的规定 一个王牌无法同时拥有两座城池 导致一区到处的龙副战旗 转手给了二区兄弟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但别说 该是让大幕有种 穿越到过去的感觉 原来早在一三年 我们就一直在战斗 现在还等什么 三城回归可不容缓 至于月四日 天龙断游新版本 重返三城几家上线 兄弟们 咱们三城见